圣前雨偷爬墙角看现场直播 被英黎修逮回来气急败坏 英黎修猛地将她扛到了肩膀上朝房间里走去 这么喜欢看本王便让你体验一次 这个该死的女人她到底之不知道 刚刚她那兴奋的模样 简直让她气血倒流 她将圣前雨丢在了床上随即俯身压了下来 现在本王就可以满足你 啊不不用了 圣前雨紧忙用双手撑住她的胸膛 脸上的表情扭曲在一起 那个你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 感受到胸口传来的阻挡 英黎修并没有再进一步 刚才明明那么兴奋 到了自己竟然成了这样 这女人到底几分是真的几分是装出来的 你想说什么 圣前雨试探得睁开眼睛 见她没有再压下来不由地松一口气 不敢迟疑紧忙回答 说说圣颖城何段红衣的事情 英黎修文言也没再为难她坐之了身子 三年前我带兵攻打林越国 林越国一个民族气很重的国家 他们宁愿战王也不投降 最终还是我申请了他们的王 才留下了这仅剩的三万人 皇上将他们编入后方军队 就在三年前林越国君死在了天牢之中 这支军队便又开始动荡起来 林越国明明是你攻打下来的 如今圣颖城不是要抢你的伏兵 凭什么 圣前雨有些激动 英黎修看她这般反应 心里不免好受了一些 伏兵入边也是要皇上统一筹划 如今看圣颖城这般 似乎并不只是单独将这支部队捏在手里 背地里的行动更让人在意 圣前雨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脸震惊地看向她 她是想将这支渗透在其他军队中的林越军 变成她手中掌握的棋子 如果是这样 岂不是后方军队全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所以这个孩子是关键 那些林越兵一定会拥护她 这样一来 段红衣肚子里的孩子就会成为一颗毒瘤 圣前雨突然之间明拜过来 一般情况下 战败国的王室是一定不会留的 男四会被全部处死 女人会被刻上永远不能消除的奴迹后 流放到偏远地方 如今看来 圣颖城留下了段红衣 还跟她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有着一半林越血统的孩子 变成了玉王府谋匿的罪证 圣前雨拧着眉头 可是我们能想到 玉王和圣颖城怎么会想不到 英离兄冷冷一笑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能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实力 铤而走险到这一步 看来玉王是着急了 他在害怕 害怕什么 圣前雨又不明白了 这步棋都赶走了 玉王还有什么可怕的 英离兄没有回答 眼睛盯着床上的人 眼底逐渐深沉 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管 你只要保住到红衣和那个孩子 后面的事情 英离兄话说到一半 转脸却见床上的人 已经闭上了眼睛 呼吸均匀 你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 英离兄呼出一口气 嘀嘀地说一句 第二天一早 燕侧妃就长了过来 自从上次留燕侧妃吃了一顿饭 他便缠上了刘香苑的饭菜 加上如今两人共同管理育王府 他正好有了机会常来蹭饭 圣前雨也不惯着他 直接将他蹭的东西 用本子寄了下来 就连喝一杯茶水 也算一两银子 燕侧妃知道 盛前雨这是在暗示他 管家全不是白给的 两人吃完 稍作歇息便到了蔷薇园 刚到门外便听到 玉王妃不满的声音传出来 来人给我去叫三小姐和燕侧妃过来 盛前雨顿了一下 唇叛勾起一丝冷笑 不用叫了 我们已经来了 玉王妃脸色一拧 将一件衣服都在了地上 张口怒声指问 千雨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妃此话又是什么意思 你还敢装模作样 玉王妃双眼通红 看起来又气又急 如今你跟燕侧妃管家 其他方面我什么都不说了 可当红衣是孕妇 你竟然给她穿藏着断针的衣服 你这样难道不是想要残害王府子寺吗 盛前雨文言一挑眉 她昨天刚让人送来的衣服 今天就闹出麻烦 玉王妃下手倒是快